据史料记载 红军到大渡河边 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是经越西到汉原的大树埔 这是当时通往亚安成都的大路 另一条是经缅宁过一族区到安顺场 这是一条难走的小道 左权负责率队在大路上迷惑牵制国民党军队 而刘伯承则要率领先遣队走小路到达安顺场 途经四川梁山遗族区的时候 这里还处于奴隶制社会 武装邻里对外族人十分排斥 历代统治者和军阀对遗族区用兵大多以失败告终 刘伯承率队到达遗族区时 也遭遇了遗族武装的阻弯 但是纪律严明的红军坚决不做还击 枪放下放下 遗族首领小叶丹因此深受感动 提出在遗海边与刘伯承煞血为盟 最终在遗海结盟的支持下 刘伯承率队迅速穿过遗族区 向安顺场方向前进 红军一出遗族区先占领了 就靠近安顺场 大概有五十里这么一个地方 这个小镇叫做擦罗 擦罗这个小镇呢 其实说是镇子 真有点夸大的 总共也就是有一百多人口 红军占领了擦罗之后呢 把当时的一个区长给抓住了 这个区长后来可是非常帮忙 原因是呢 这个区长贪生怕死 他是怎么被红军抓住的呢 红军来打擦罗的这个指挥官呢 叫做杨德志 这后来可是我们军队中的汉将 杨德志呢 曾经做过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他这次呢 打擦罗 是穿着国民党中央军的制服来的 化妆来打 所以这个区长根本就没抵抗 出来迎接的时候被红军给活捉了 活捉以后呢 红军就要求他 首先要说明白到安顺厂之间 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呢 你要给我开路条 就是你自己给我开路条 说我们是中央军 要到安顺厂去 这区长啊 一切都照办 那边那个赖之中呢 他守在安顺厂还在考虑什么呢 从擦罗到安顺厂 中间有五十里路 我设了好几个哨所呢 擦罗万一被打了的话呢 我后边肯定哪个哨所会知道 那我听到消息以后 我再来烧房子也来得及 没想到的是擦罗被打的时候一枪没发 而且呢 这个区长还开了条子 于是红军就拿着这个条子 一个一个通过赖之中的哨所 最后把赖之中的这些哨所的人员全部解决 一直到了安顺厂 赖之中一点都不知道 还在家里面跟太太推牌酒的时候 红军突然出现在镇子旁边